经常会听到一句话 就是买车容易养车难 我个人觉得呢 这句话片脸 养呢也分怎么养 花小钱办大事 其实不是不可能 汽车呢 作为消耗品大价 它在后期的投入上 用车成本上确实不小 但普通消费者 还是能承受得起 就看你一个 在维修保养的时候 你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不需要什么 总得把钱还花在刀刺上 那以我个人为例 我自己是工薪阶层 我今天呢 就聊聊我这个 最近的一次保养情况 分享给大家看看 这个用车成本 我这台车呢 是2014款的保养5系 然后也就是上一代的 F18底盘的那个5系 到现在呢 已经开了6年时间了 然后这个月 前不久啊 刚刚保养了一次 这些呢 都是用过的配件 包括机油 机率 然后活活塞 这些东西 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 就每次在保养之后呢 都会把这个用完了的这些配件 使用过的机油什么的桶都会留下来 看一下这次的工单 然后看这个详细的工单啊 第一项是机油机率保养 这是一个套餐 因为我是在他们这个店里买的保险 所以现在好多都有这个服务啊 就是你在3S店买保险呢 它会赠送这个公司费的抵扣券 等于我是抵扣了 这个光这一项啊 机油机率抵扣了 就是700多块钱 它原厂呢 这个N20的发动机 这一代发动机使的应该推荐是5W30 然后是我升级了 我使的是这个高端 更高一个规格的030的 所以每一升呢 要加100吧 100多块钱 等于4升下来就加400块钱 400多 我要使那个抵扣的话 等于是多余的那几十块钱 就能浪费了 所以我就升级了一个 自己再添点钱 不亏啊 抵了700多 等于自己自费这个项目 只花了300多块钱 350 比这个第一个型号 第一第一段一点的这个机油全合成的 是5W30在电商买的话 应该一桶一升是在100来块钱 这个样子 等于我要是030了呢 你在电商书买 应该是要贵100左右 空气滤芯 空气滤芯 它折合完之后 是217 火花塞呢 换了4个 原来是4缸的吧 然后一共是 570 570是包括它的公式费 这都是包含公式费的 其实这个火花塞 你自己去买的话 在网上差不多也是100左右吧 一个 那是普通的那种啊 好 制动液的保养就是换了一个刹车油 DOTA4的 一共是256公式费 还算上了一边 好燃油滤清器 就是滤芯 取油滤芯 取油滤芯 刚刚忘了说了 这个机油滤芯 这个包含里边也是 包含这个机油滤芯器的 换了一个机油滤芯 这写的是162 折合完是130块 联盟E 价格还算OK啊 然后再往下看 这是常规的一些车辆健康检查 这都是不收费 然后积电为修 是发动机油滤清洗 这580 就是这个我有点烧包了 其实没必要 一般来说 这发动机清洗等于 七八年吧 你要是经常换机油啊 或者这个没事去跑高速 不是用车环境 不是那么恶劣的情况下 发动机清洗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而且这是算最 最怎么说 最便宜的一种这个清洗方式 现在他们还推出了什么 那个河头沙呀 就往汽缸里那个 倒了个沙的那么着清洗 很很稀碎的那种 特别就跟那个面粉状的那种沙子 那个好像是2000多吧 好像很贵的那样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最便宜的 清洗一下油泥 然后节气盆清洗 这个520 它这是算拆洗 节气盆清洗 这个也是手位算是贵的一项 500多块钱 这要是在外边一些小店去清洗的话 大概拆洗的价格也就200 100多 嗯差不多 如果不拆洗的话 就直接再上个呲那个清洗机 那更便宜了 都不用拆 就几十块钱就搞定 效果其实差不了太多 其实拆洗严格讲就是心理作用 就拆下来洗的 可能更边边角角的位置 洗的更更彻底一点 这5块多其实也没必要 等于这个 发动机油泥清洗和这个节气盆清洗 都是 可以自选 你洗不洗都行 只是这次我就是为了给大家打个样子 所以花这个钱 看给大家看看这个价格 然后室内杀菌呢 这个零 这一般也是收益保险 积藏清洗 这都是买保险送的这个敌口圈 我在敌口了送的服务 蒸发箱清洗 蒸发箱清洗 我说一下 蒸发箱清洗一般都是 正规来讲是要拆的 然后把中控台全都给拆了 才能找到这个蒸发箱 蒸发箱藏的非常深 拆洗的话 那 费时费力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 所以它这个蒸发箱清洗 就是给插根管 在那个空调的 珠峰宝贝 往里打开点 跟那个泡沫清洗剂一样的东西 然后打开空调 运行几分钟 就让清洗一下 它那个气道算是 空调清洗器 对 就是用这个空调清洗器 往里打那个 泡沫清洗剂 这个也是没收费 最终花费就是 1955块49 然后看这些配件 一桶是一圣 原厂的零W30的机油 这个从这个标号 030这个标号 然后这个 BMW Long Live 01 FE 这个所有这个情况 网上都能直接查到它的价格 4S店感觉确实是要贵一些 但是没贵多少 自己买 你要说能保证吃账品的话 取外边23类修理 人家都能给你换 给点公事费 一百多块钱 我给你换 然后看这个空气绿芯 里边 这是宝马的产品编号 你从电商处搜这个编号的话 可以搜到一个 就这个包装的 原厂包装的这个 空气绿芯 其实它的代工厂 看后边 漫盘 这也是一个准备做绿芯 一个大牌子 Made in Germany 还是德国进口的 这个好 C27125 这个是漫盘的对应的产品 也就是说你在电商处搜C27125 就是这个东西 只不过前面不带宝马的这个标识 带宝马的 你要想买这个原厂高中的 就搜这个变号 想要漫盘搜漫盘的 就是这个变号 其实两个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是一个是贴了宝马原厂标 东西就是一个东西 所以搜这个号 价格可能会和这个工单上写的 工期 比例清晰217 这个价格 是差不多的 我搜过 价格差不多 然后呢 要搜漫盘的这个呢 C27125 这个 那就便宜大概六七十块钱 漫盘的这个 应该在 价格在150到200左右吧 因为 每个这个店铺卖的不一样 我查的都是150到200 也能买到这个东西 所以这种东西就便宜几十块钱 自己买 这些自己可以换 然后再看这个机油绿芯 看它包装外边都有这个编号 连上个编号 都是能搜到的 其实从网上买 价格差不了多少 便宜不了多少钱 这是换下来的 还是挺干净的 没有什么杂质 就是啥变了 然后换了四个火花塞 火花塞呢 这个也是有编号的 Made in Japan 日本产的 那肯定是NGK的 写在产地日本 上面没有标识 我看看里边 肯定是NGK没跑 这是写NGK的 然后也是带 原厂的标识BMW 所以你要自己买的话 能查到这个型号的话 就是只有NGK的标识 没有BMW 所以肯定是要便宜一点的 它这个原厂 原厂火花塞的价格是 一只 一只是 一个是141块钱 一只 联工 改料 工资费 全算来570 那这个东西 在网上搜的话 100出头吧 也是能便宜几十块钱到100块钱 四个全换下来 而且相同的价格 你看它这个 火花塞的头 这是很普通的一个 最普通的一个 火花塞 然后相同的价格一般 按照这个工单上的价格 在网上买NGK的火花塞 肯定是要比这个要好的 一 那个叫一波金的 这块更金 材质会好一点 没必要 一般我建议 个人建议 使原厂就可以 因为你使 材质好的话 所以理论上 它会使用的寿命会长一点 但并不代表 你发动机的工况 会比它原厂配的 这个火花塞要好 再看这个是刹车油 Dotus 这次也换了一通 这是一手 价格 刹车油 这东西 一共是256 这个在网上 比较买的话 也会便宜 这上面 因为上面也是带着 BMW的这个表示 这零件号 这 83132467487 按照这个号搜的话 你在网上买到的 也是跟那是一模一样的 原厂的 带BMW的这个表示 但是没必要 也就便宜的 120块钱 等于跟它塞的电子价格 差不多 只是说便宜了一个公式费 你公式费你自己 去外面换的话 也是要给的 所以差不了多少 然后说真正想便宜的话 那就去自己搜 随便搜一个Dotus 只要是符合这个 年轴度这个规格的 就没问题 换一个盘子 我们正常的一些保养 一般都是换机油机率 这个也是最普遍的 一个常规的保养了 每次保养机份 都会涉及到这个 那我这个机油 机率保养呢 抵扣了768 那我实际消费了352 加在一起 那我机油机率保养呢 大概就在1100多块钱 也就是说 换这机通机油 加一个 机率滤芯 机率 一共1100多 那一年的话 一年 我一年才保养一次 因为 这个车的原厂的手册上 厂家说的也是这么说的 一年或者一万公里 以先到为准 你哪个先到呢 你就以哪个标准去换机油 比如我先跑了一年 没到一万公里 我去换 或者跑了一万公里 没到一年 也去换 这个是没毛病的 如果说你要换一个特别好的 全合成的机油 你跑一年 或者一万一万五 五千公里 那都没有问题 其实很多车型呢 这个车企都是手册里写5000公里 就换机油 那那种是原厂推荐的那种 非合成的 非全合成的 就是普通矿物质机油 那个5000公里换 现在涡轮增压发动机这么多 都是基本上使这个全合成多一些 那跑个一万公里 或者一年再换 完全OK的 所以说你5000公里一换 小包养的四五百块钱 是吧 普通的 我这个说一年换一次 一万公里 一千多块钱 所以礼拜里 其实价格都是一样的 就看你自己去怎么保养 你要说 自己去买一个全合成的 四五百块钱 使一年 没问题 那你这钱不就省了吧 你干嘛要花四五百块钱 去斯莱斯店 半年就跑一趟 一年就花两次 我觉得你那个车 包养逼逼我这个都要贵 对吧 这次包养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东西都在这了 总的来看呢 其实你要自己去买配件的话 市场便宜 如果说按照它原厂的 还是这些包装 带BMW这个标识的 价格呢 便宜不了多少 结合总的来看 能便宜个 两三百块钱 一两百块钱 就差不多了 其实价格真的是差不多 如果说你要 真正去自己去买 就比如基友 你换一个牌子 换个不是他原厅 没有原厂标识的 换个销牌 或者加尸多的 美孚的 要便宜 光这一项 可能就能便宜出 一两万块钱 然后再加上 这个绿芯 这些自己可以换的话 也能便宜 顶天一百 然后 这个活塞 也能便宜个 一百块钱 如果说价格不便的话 能换一个材质更好的 这个一博金的活塞 更好的 绿芯呢 也是同样的是 这个也是慢牌的 应该的 德国产的 只要找到 它这个对应的产品型号 一般说的话 咱们不看它 外包装的编号 外包装这个编号 因为是它宝马贴的表 你搜来搜去 还是它原厂的这个东西 一般搜的 咱们都是去找它 真正实体 这个配件上面的标识 被污染的太严重 找不到标识 就刚才说的这个 绿芯 这个慢牌的 搜这个型号 就可以找到真正的配件 就不带这个原厂标识了 它就会便宜的 不少钱 当然了 你要说做小保养的话 就没必要了 你自己能便宜 一个一百块钱 还不够费劲 在网上送半天 查半天 要说做些 小保养以上的这种 中型号养花大保 可以用这种方法 去在网上自己购买配件 前提是正规渠道去买 正规的电商 然后去二三类的修理厂 给人家点这个公示费 就可以换了 然后像之前所说的 这个买车容易养穿难 其实并不完全对 我认为买车容易 养车也不难 难是什么 是维修 你像这一类这种 奔驰包马这一类车型 它零争比都是很高的 零争比怎么讲 就是一台车 比如一台三十万的车 我买新的时候是三十万 我要说旁边配件 拿来个价格 你把这个车拆开了 每个配件 单算配件加在一起 可以买这一台新车的三到四台 三到四倍 这就是零争比很高 一比三和一比四 咱们说呢 就是平时都注意维护保养吧 避免做一些这个商车的事 比如放了 现在这些机器 最其实不怕运了 就怕放放坏了 所以没事时不时的 包裹高速拉拉高速 对吧 机油这个倒点就换 一般来说 以现在如今的这个工业制造水 都没有那么容易坏 车没那么容易坏 真坏了 那咱就说 只是说买车容易 养车也不难 就是修车费劲 修车是大头 那比如我这个车 如果说变速箱坏了的话 那小十万块钱都没了 一般是换新的变速箱 那就害了 买卖 把这车卖上二手 卖到市场上也 也也就二十吧 二十左右 所以说花十万块钱 买这个新变速箱还上 那就才会是这样 换配件还不起 不过还有我要说的就是 现在这个车 很多厂商都出了 这种盐保的政策 如果说你真担心 这个质量有问题 担心未来会有这个大件 三大件坏了 发动机变速箱都坏了 可以去买这个盐保 而且现在这个 一些大的这个保险公司 汽车保险公司 也会有相应的这种服务 可以去买这个保险 OK 那基本上这期就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用车 养车的问题 也欢迎大家一起交流